政府宣布停止數碼聲音廣播服務 港台會在6個月內終止數碼聲音廣播服務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考慮數碼聲音廣播發展檢討報告之後 決定停止數碼聲音廣播服務 以及在6個月內或者之後 盡快在設實可行的時限中 終止香港電台提供的數碼聲音廣播服務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人說 三間和發牌的雙營數碼聲音廣播機構 短時間內都已經營困難 和沒有足夠的聽眾群唯有推出市場 反映市場已對數碼聲音廣播失去興趣 在缺乏雙營機構參與之下 單靠港台獨自營辦數碼聲音廣播平台 或者要求港台獨立建立足夠聽眾群 並不設實可行 檢討報告亦都指出 互聯網和流動應用程式發展迅速 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傳統的聲音廣播服務 宏觀環境已經無助數碼聲音廣播市場復甦 港台表示會重新整合現在數碼頻道的節目 亦都不會削減人手 現在沒有了這個數碼聲音廣播這個平台 但是你並不表示我們的節目是不繼續 我們的節目呢 這類好的節目是有特色的節目 就是繼續在AM、FM那裡播 實際上編配下去的全職的公務員 是兩個半的人手 非合約公務員那些都不會裁減 但是要重新去買一個機 收音機、數碼機 去聽數碼頻道 其實那個滲透率是很慢的 政府是在2010年開始退行數碼聲音廣播服務 2011年向香港數碼廣播 新城電台和鳳凰優越 批出數碼聲音廣播牌照 三個台分別在2015到2016年加回牌照 現在只有港台有五條數碼聲音頻道 香港電台記者陳耀忠報導 是作出的